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们看我们后面这个漂亮的彩虹 你知道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彩虹是什么吗 耶和华说他与大地立约 彩虹代表 他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 你知道在伊典元的时候 那时候是没有彩虹的 因为那时候大气条件跟现在不一样 所以彩虹第一次出现在这世界上 那是上帝美好美好的祝福 这就是有关上帝与人力的一个很重要的约 挪亚之约 如果你有兴趣看其他的约是什么 可以搜寻我们其他的视频跟影片 好 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约 请看 挪亚之约的应许 挪亚的时代背景是属血气的时代 是思想邪恶的时代 也是受神审判的时代 初出是创世纪六章三节五节七节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挪亚之约的应许 神要用洪水毁灭那时代的人 却与挪亚立约说 我却要与你立约 你同你的妻与儿子而父都要进入方舟 创世纪六章十八节 我们再看下一页 挪亚之约的应许 方舟预表基督的救恩 当这世界在罪恶里面 当人充满罪恶的时候 如果你选择进到耶稣基督里面 进到方舟里面 他们一家八个人得到医治 顺便也讲一下 你知道中文的船这个字 是舟八口 一家八口在船里面 在方舟里面 一家八口在舟里面变成船 为什么不是舟七口 或舟六口咧 对不对 是舟八口是船这个字 我们中国人 华人有非常非常多特别的启示 OK好 方舟预表基督的救恩 当你进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 你就得救了 你就不用一起毁灭 如果这位隐藏着神对罪恶的审判 唯有基督能叫人得救 唯一能够使你得救的 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跟生命 让我们再看下一页 挪亚是个义人 创世纪六章九节 挪亚凭信心得救 后来你再看 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 挪亚因着信 既蒙神只是他未见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预备了义之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 从信而来的义 连挪亚都是因信而称义的 没有一个义人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行为好而得救 只能够倚靠上帝的恩典 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 使他帮助你 使你因信称义 你就成为义人 你就要经历那个 他在你身体中美好的计划跟祝福 我们再看下一页 使徒保罗说 就是神的义因信 耶稣基督加给一切 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生意 罗马书三章22到24节 白白的生意 你知道什么叫白白的生意吗 就是不是黑黑的 好了不是 白白的就是免费的 他已经为你付出伟大的 极重无比的代价 而你只愿意接受 就可以白白的生意 就是上帝要给你的祝福 罗亚亚也是这样得救的 他不是凭自己的行为做讨才能得救 当然他因为因信称义之后 他顺服主去做方舟 他顺服主不怕别人的善效 因为那时候没有下过雨 可是他去做方舟被人家笑 可是他继续持守 就很像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被很多人笑 你相信上帝白白恩典的时候 你被很多人笑说 怎么可能不用行为 怎么可能没有什么 可是不是这样的 那就是单单的白白的生意 因为因信称义之后 愿意回应神而去做正确的事 而不是做正确的事才能得救 是得救之后去做和神心意 他感动你去做的正确的事 我们再看下一页 耶稣神说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那时的人又吃又喝又取又驾到 挪亚进方舟那日 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路加福音17章26到27节 所以连耶稣都提到挪亚的日子如何 人子的日子也要如何 各位请做好准备 真的现在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请把握机会 赶快跟人家传福音 赶快来信耶稣 我们再看下一页 神对世人的审判是无法头盾的 我们要赶快趁着还有今天 接受救恩广传福音 你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还没有信耶稣 为他们祷告 祝福他们 为他们祷告 使他们来认识耶稣 不要强迫他们 让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工 行起环境 行起各样的事 使他们来接受耶稣基督 做救主跟生命的主 而你自己趁这个时刻 赶快把上帝白白的恩典 分享给世上的每一个人 不是凭的行为 乃是凭着恩典而得救 而得到那些救恩之后 再活出那个美好的救恩 来荣耀上帝 你不再是 努力来做成得救的功夫 不是 你也不再是恐惧战精 做成得救的功夫 你也不再是努力进天国 那两个经文都翻错 有机会你可以看我们其他的视频 让我来为你祝福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祝福我这里 每一位弟兄姐妹 清清楚楚知道 上帝的恩典是 白白的恩典 因性称义是恩典 你只愿意接受 你就因性称义 然后你就会得救 但是我们因性而称义之后 我也祝福你 活出那个美好的救恩 把上帝在里面的美好 彰显出来 让我们有好行为 使人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 祝福你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仇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